主持人 主持台長未達重分 我們繼續看看385頁 那麼後面第五頁 這裡所說的就是這個頁頁 河遊六種頁頁頁 這個烈映是對我們有幫助 上面說的是孫鬧 那麼孫鬧的相反 如果是無孫鬧對我們的身心有利益的位 叫做烈映 那麼一 人期烈映 二 雍見無順烈映 三 福福烈映 四 渡鄉烈映 五 二鳳烈映 六 共主烈映 這是六種 六種的烈映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主概有解說 有六種烈映 正正 臉離孫鬧是臉烈映 什麼叫做烈映呢 他才解說 讓你圓離孫鬧 等於說頭前所說的孫鬧 那麼現在呢 沒有一件事物能幫助他 讓他圓離孫鬧的位 那麼那時候就叫做烈映 他說呢 由由陰濕 靈珠優情 我們離孫鬧 使命認識立役 那是因為陰濕的關係 對 讓這些眾生呢 可以圓離孫鬧 就是說你吃飯之後 還是喝水之後 讓你離開這個肚子腰 催淡對你的一種孫鬧 那麼那時候呢 叫做認識立役 所以這個認識立役呢 簡單說就是陰濕 陰濕就是我們的認識立役 陰濕所實物既受用意 靈靈中用資金安禄 我們離孫鬧鬧 使命用見無益立役 無順立役 這個所吃的實物呢 如果你受用的時候 你受用的時候 那你所吃的實物 你當時可以讓你的資金 在中用 可以讓你的資金在中用 簡單說就是你的身體 在中用 越來越健康 那麼健康呢 就開門 那就是安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吃的實物的關係 那麼那標是什麼 那標是你吃的實物有應用 你吃的實物是好的 那麼吃的實物如果好 就是讓你管理這個 粗食的孫鬧 粗食就是壞 沒有營養 沒有健康 你如果說 每天吃文教導油 那就是粗食 那這樣就絕對不健康的 所以你如果吃好的 有營養的實物 就能管理 粗食的孫鬧 那麼那就是 叫做勇健 無順 粗食 讓你的身體 越來越有力 叫做用 越來越健康 叫做健 那麼你如果勇健的 身體就無順了 所以對你這種的幫助 叫做粗食 有優勇 有優勇 令優勇 情 萬利無福中 順難 是兵 福福 立應 那麼什麼叫做福福呢 福就是把你蓬起來 福就是把你補福 福福這樣 那麼是怎樣 就是說你如果有家人住的家 有家人住的家 有家人住的家人 可以讓你吃風 阿撇 福 那當時可以讓你 萬利那種 無福中的孫鬧 所以叫做福福 綠靈優勁 禮節 孫鬧 四面 渡鄉 立應 什麼是渡鄉 渡就是把 沒這個香 這種的香 在過去印度 他們的用種種的香 叫做香油 香油 比如說這個大香 煎丹香 他把它做做這個油 那麼油你如果沒在身體後 它會 降你體來的熱 降溫 你會感覺清涼 所以你如果當你渡鄉的時候 可以讓你萬利這個熱的孫鬧 天氣 天氣如果熱 很熱 就沒那個油 就感覺很清涼 那就是渡鄉的熱衣 那就是度鄉的熱衣 那就是土鄉的熱衣 離憲孫鬧 是病以後熱衣 那如果萬利這個 憲孫鬧呢 是什麼 就是自以後的熱衣 那天氣乾 你要穿衣 多穿幾年就不會穿 那就是以後的種立憶 由法公民 當受用法 令理由法中順老 使命共主立憶 那麼它這第六種叫做共主的立憶 那麼是這什麼意思呢 它說就是自法的公民 我們早前所說的那個 這個優惑中就是只不公民嘛 那麼現在就是優公民 不過這個公民呢 並不是那種太用公 不是那種是無形的法的公民 那麼怎麼說呢 它說你若是當受用法的位 比如說大家都遵守這個法 遵守這個法 比如說我們每一個佛提主 在這個道頂也好 在這個團體也好 都遵守這個規矩 那麼在政團呢 大家都遵守這個概率 大家就合和 不然沒有這個危精 那在當中呢 就沒有這個友好中的孫隙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擮供主 可以擮供主 這個擮供主呢 就是說大家呢 大作為都合作的 如果沒當受用法就沒合作 沒合作就沒辦法大作為 所以他就跟我們解釋就是有法的公平 所以比較叫做強制的領域 因為大家都遵守這個法 遵守這個論就沒有種種的方法 就能擋作為 擋得住 佛優數種非善優雄 再來呢 這個非善優就是臆優 臆優的四種的相貌是指甲 第一不寫願心 就是他如果不寫掉這個結願的心 不寫掉這個萬幸的心 那麼他就是臆優了 再來呢 第二因比不愛 就是會因發出種種 讓人不開心的事情 那些事情我沒有愛 沒有愛就是沒有開心嘛 沒有愛就是會沒有開心 會痛苦 那麼呢 今天那些人都會因發出種種 你痛苦的事情 叫做因比不愛 這樣當然也是臆優 這樣當然也是臆優 今天這個事情呢 他可以讓我生氣 讓我生氣快樂 不過呢 今天這個人 他都在幫我生氣 生氣這件事 讓我不會快樂 這樣叫做臆優的所愛 就是因非所疑 就是因發出你沒有色動 沒有意義的事情 那也是臆優的相貌 那麼一處相貴 當地就是肅仙優 像 那跟這個肅仙優的相貌 相貴犯的話呢 我們要了解 那就是肅仙優 相販就是仙優 什麼是仙優 他說我們的好朋友 生地式 這樣 那麼看這個主概呢 他幫我們解釋這個 四種肅仙優 四種肥仙優最頂竟 不忍太苦 發生粉肥 不惜水面流逐行相 是面不惜我心 就是他沒辦法忍受別人 對他的一種苦難 比如說我去鬧亂到你 那麼當然對你有一種苦 如果你沒辦法忍受別人 你沒辦法忍受 那麼那時候會發生這個粉肥 會憤怒 會想起 這樣 然後呢 不惜水面 就是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你沒有要把它放掉 放掉 把它記掉掉 像這件事呢 一直把它記掉 放著你的內心 當然沒有爆發出來 那爆發出來就想起嘛 就憤怒 如果憤怒之後呢 你再記掉 隨時把我過去 有腦亂到你的事情 都把它記掉掉 然後呢 流逐行相 放著你的心 一直放著 一直放著 就像這個河流這樣 河流是平常這樣在流的 由頑頭一直流到大海 表示說很久 那麼這個不惜水面 你把這件事記掉掉 放著你的心 一直放著 那就是流逐行相 那麼這種就叫做不惜萬心 就是說對我們 對我沒有發育 那麼那種的萬幸的心 都記掉掉 不要把它放掉 叫做不惜萬心 那麼這樣就是非善友 這個人就不是好朋友 一時應該可以稍微 稍微談論一下 這樣不說就不合途 那麼第二呢 不給他心 明生有口 是明因必不愛 今天呢 不給他心 這個給他心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這個好朋友 如果是好朋友的位 那麼我們要去過路到他的心 過路到他的心 要保護他的心 雖然說呢 他受到傷害嘛 那麼現在不是 就非善友嘛 就沒有在插衣 沒有要保護 沒有要過路對方的心情 那麼我們自己呢 會有種種的這個 這個的事情呢 給對方生去這個優寇 這個優寇 優求苦鬧 這樣 那麼就叫做 因必不愛 因為這個優寇 是大家都不愛的 那麼你呢 如果要給他優寇 不愛的事 不愛的事 不愛的事物 給他生 這叫做 因必不愛 不隨便轉 靈性避漏 是明 持必所愛 那麼不要隨便對方 讓他生氣 種種的 歡喜快樂 這種呢 就叫做 持必所愛 譬如說他想要這樣 那麼那些事情呢 可以讓他快樂 那你不愛 不愛隨便他 這就是持必所愛 偶著虛倫靈 因無疑 是明 因非所疑 這個 如果你如果 發起這種種虛倫 什麼叫做虛倫 就是沒有意義的事 叫做虛倫 沒有代理 沒有意義的事 就是虛倫 如果發起這個虛倫 做這種種 沒有意義的工作 那就是因非所疑 那就是因非所疑 這就是四種 非善友的雙毛 有三種因粒 一因粒 幾生幾 二因粒 有虛禄 三因粒 二虛禄 還有三種因粒 這個因粒 因就是創作的意思 這個事情沒有 我為你創作起來 這樣 那麼粒 就是創作完成 成功 創作成功 一定完完得到 這就是粒 因粒 那麼三種因粒 自創作五季 平原以粒 自身實物 依重動用 十分因粒自生幾 什麼叫做因粒自生幾呢 就是說 你用合法的動力 合法的方法 去追求種種的物資 包括什麼 包括三 包括因粒 包括這個作五季 還有以粒 除了以粒 所說的以外 其他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 這些種種的雜物 那麼你立場之後 會貪台中 做那些修養 做那些修養 這個叫做因粒自生幾 因粒自生幾 那麼 生靈夠受到解 靈靈無欺 促以機關 隨其所應 當地的因粒 有欺漏 及利欺漏 再來 要怎麼因粒中生的 有欺漏 還有利欺漏 就是說 你可以選方便去 告受告解 告受告解 什麼呢 就是它受制觀的方法 受制觀 要受制觀 有一個方法 你把告受 有 那麼受制觀 有什麼樣的 種類 你要拜讀 你要雜誌 要叫做告解 你跟它告有這件事 對方去 去建立這個 無欺促以的機關 這個建機關 就是成就機關 成就這個機關 那麼這個機關是什麼呢 就是跟無欺促以 就是負這個你受性的 動力 相應的 這種的作意 我們受制觀 是靠作意來收 靠心來收 你要受制 要按住你的心 不亂 或是要收官 要讓你這條公台的地位 其實都靠心 在收 那麼心 如果要收 你就要負這個 你要做特性的目標 相應的方法 下去 落實 那麼那個就叫做無欺 你的目標是這樣的 那麼你的方法呢 也是相應你的目標 所以無欺就是相應的意思嘛 就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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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一種就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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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它那點沒有氣 為度有快樂 所以叫做 理氣的快樂 學前三前路 優氣結露 明優氣露 學者是 初三 二 三 三 頭前這三個閃上 它有氣也有快樂 就叫做 優氣露 因為初三 二 三 有氣露 第三 三 有露 所以總之叫做 優氣結露 那麼 初三路 優雄 優氣結露 明優氣露 第四 三 起人的 就完全沒有氣也完全沒有露 就叫做 優氣露 所以它把它分成這兩種來解 來解說這個事情 第一 優氣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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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 有四種的 優氣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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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none 優氣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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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氣露 優氣露 是水傳教書 飛地球吃 第一種 就是水傳教書 那麼它的對方是什麼人呢 就是飛地球吃 這個地球就是不改色 這樣不改色 那個球 古也 我們如果色表現什麼 我們一定很久了 色彩很久了 不才會色 所以現在沒有色彩的 那麼我們的認識的聽度 不然跟它久的人 就是生分人就對了 生分人 叫做飛地球吃 那麼它是一種我們共用遜風的一種對象 是水傳教書 自親友吃 就是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好朋友 這樣 三 水傳教書 所尊重吃 就是特地尊重的人 譬如說這個三保 這樣 還是屬中 還是說有道德的人 中吃 五 水傳教書 既福輝吃 就是說這個當參教書 那麼那個人很用功 所以有四種 四種 四種這樣 有處 數種 水傳教書 以及數處 標準五個用地 那麼為什麼要說這四種的水傳教書呢 因為這四種的水傳教書 因為這四種的水傳教書 它要緊固四種的所在來完成 緊固四種的所在來操作 那麼呢 當然操作之後 它可以操作五種的隔膊 我們應該知道 應該要了解這件事 那麼核定數處 到底是對四種所在呢 一 無列受處 第一就是無列受處 為什麼呢 這個無列受就是說 跟我們都無列受的人 並沒有受我們列受的人 我們中生會列受 中生為什麼 就是親人嘛 朋友才會列受嘛 我跟你做好朋友 定義我們好上就列受 還是呢 比如說我們做這個 爹子竟 那也是列受 因為是冠書 所以現在呢 無列受處 對方是生分人 不才無列受 那麼是指什麼 就是這個 飛地救者 就是在指第一的 那麼是 無勤勞處 這個勤勞呢 就是要跟你孫腦 這個人 不是我想要上海的人 那麼是什麼呢 就是親友嘛 就是說我們對我們的親友 因為是我們的親人 是我們親愛的人 那麼我們絕對不會說 想要給他孫腦 要給他孫腦 所以這個親友呢 就是無孫腦處 三 應共擁處 什麼應共擁處呢 就是那個所尊重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很尊貴的人 他的道頂 他的肯定都很偉大 就位於佛婆鴨也一樣 所以佛婆鴨的三部 他就是一個應共擁處 因為他就能去旋處 所以他可以我們 修客的共擁也是應該這樣 所以是應共擁處 屬ая 這個攏仆全處 就是說 基德這個福彗的人 就是我們的冬婚 冬婚 譬如說我們別別都受幸 受幸人 那麼 他也是受幸人 我們的這個 孫兄孫姐 但是 他是 祈祝 這個福輝的 這個就是冬婚 水專處 那麼 他處處 零感 他處處 零感 五個 現在呢 就是祈祝這四個所在 可以讓我們 得到五種的歌舞 你如果這樣做 可以得到五種的歌舞 那麼對五種呢 一 甘大財富 因為你 共受這四種 對上的關係 那麼你將來 可以得到 很大財富 說你會有很大的財富 這個財富的會很多 那就是你將來的歌舞 那就是你將來的歌舞 二 名稱 普文 就是你會有很好的名聲 那麼名聲呢 騙到訴訟 大家都學了讚賛 那麼三呢 離主煩惱 會說你將來呢 可以彎離這種種的煩惱 那麼是呢 正得烈盤 最好呢 你會可以解脱 可以解脱這個生死口 你得到這個烈盤 五 向往善處 向家是呢 你會可以生死到善處 因為你這樣做 在到的歌舞呢 給你將來 向家是生死到人中 向家是生死到天上 那麼這都是善處 等於說這四的所在 在到的五種的歌舞呢 一邊沒有說 你共用什麼人 就在到什麼樣的歌舞 不是這樣 就是總共一句 你會在這四種所在 在背 你的福 或共甫這四種人 你將來呢 可以在到這些歌舞 那麼你的主界呢 無列受處境 頭前那個無列受呢 四種的處所 第一就是無列受 那也是指什麼呢 他說 由非地球不為 自所列受國 明無列受處 就是那個無地球的人 並不是受到地所列受 因為就不不食材 不罵的人 當然就無列受 所以那個無列受處 就是只那個 我們剛才有說過 有從非吃 有三種從非上 更再來呢 這個從非的人 從明有地位的人 那麼它有三種的相貌 有三種的相貌 我們才能夠打斷說那個人 它是一個從非的人 從明又有地位 有當時我們是聰明的 不一定有地位 聰明不一定有地位 要去這點 有聰明又有地位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地位 那麼地位的相貌是什麼呢 他說一 依仙修行 依仙修行 第二呢 依仙割定 三 依仙堅固 就是這三種 這樣它叫做從非 那麼我們來看主概 概率比較清楚 他說有從非吃 有三種從非最重吃 有問非故 問正法意 仙修方形 十分依仙修行 什麼叫做依仙修行呢 就是因為問非的原因 你有基礎問非 那麼什麼是問非呢 就是說當你聽問正法之後 你所得到的地位 所得到的地位 你會相信 你會接受 原因呢 來方形 你準照 你所相信 所接受的這些的內容 下去入信 你願意這樣 那就是問非 那就是問非 所以說 如果是說聽問正法之後 你呢 還沒有那個意願要接受 比如說 它可以幫我們教 我們要慈慨、清靜 要不要做惡驗 你若是聽到之後 願意這樣接受 願意相信 相信才會得利 那表示說你有問非 你會有法在聽問到之後 對你有發生作用 在你的內心裡面 可以發揮出來 那就是問非 那麼那種叫做依仙修行 這也不簡單 聽到的規劃之後 願意改變 改變我們過去 種種這個策劃的事情 過去都做惡驗 聽到問題規劃之後 你就會相信 可以來接受規劃 對我們的種種的這個要求 改變我們的這個行為 那就是依仙修行 就是要有衝飛的人 才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沒有大家 有的聽聽 有的聽聽 結果沒有願意改變 還是繼續做惡驗 這樣 感覺這樣有法 拔腳拔手 那也不可以做 那也不可以做 那麼那就是無衝飛 這樣 由衝飛過 依所問法 清淨衝飛 求量觀察 事面依然決定 那麼什麼叫做決定 就是因為 衝飛的原因 衝飛 那麼什麼是衝飛 就是說你對有所問的法 你會可以清淨去跟衝飛 這個清淨衝飛 就是說沒有產生 任何不應該有的分別 叫做清淨的術位 那麼這個 秋量 秋 這個秋就是說 以前 以前如果要玩這個塑膜 就用這個茶 切成一塊一塊 那叫做秋 那麼 就用這個下去 結索 叫做量 求量 其實那也是術位的意思 還要觀察 所以術位 求量 還要觀察 三個意思都一樣 都是術位分別的意義 那麼現在 我們因為聽問題有法之後 我們可以無緣度 隨身有法的得力 下去術位觀察 那麼在這裡 讓你得到的術位 就叫做決定 你對於術位 你對於術位 你對付法的理解 對付法的相信 還有進一步 可以有信心 清淨的信心 還有一個決定 標記什麼 標記說 不會讓人陰轉 把人沒辦法幫你拆照 你對付法的信心 你對付法的那種堅固 你對付法的信心 我們沒有在床上 又繼續 受緣 你所聽聞 你所學習的法 那當初就是怎樣 自黏正底 按自這個正黏正底 時時刻刻 要去黏這個法 這樣 如果如果失去黏 會隨經角 我失黏了 那叫做正底 譬如說我們有時候 有可能我們一開始 會 去黏失去 分別到一半 術位到一半的時候 又散亂去了 那麼現在 你還可以把你扭回來 那個叫做正底 這個就叫做醫生堅固 就是說你的地位 每次受費的時候 就越堅固 怎麼說堅固 就是可以斷煩惱 有力量來斷煩惱 那麼不會受到煩惱 來幫你破壞你的地位 這叫做堅固 所以現在 他說 從費有三個省毛 就是你對這個選法 可以受刑 決定和堅固 所以就是說 叫了他的在部 這個問數收的地位 這種的人 比較是從費的人 如果 你如果是從費 不一定 不願意受這個選法 有可能 世間你這個人很聰明 不過那個聰明 都起來做公司 都來跟走 有的人走去 方法很強 跟騙錢 或是有很多辦法 讓人傷害 會傷害別人 都為自己的利益 雖然是聰明 不過沒有在費 所以現在來說 這個創肥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記住 問數收 然後再來呢 還有三個省 這個創肥的人 還有三種的省毛 三省 一 修學正常改 二 修學正常心 三 修學正常肥 就是戒定肥 戒定肥呢 你會當修期 你會當學習 這樣叫做修學 修學這個戒定肥 那麼這個正常的正常改 正常心 正常肥 這個正常有兩個意義 有兩個意義 一個就是所處意 所處意 就是說你要走向那個地方 叫做所處 那個地方是我們要走向的一個位 叫做所處 那麼今天我們就是因為 要在這正常心 才來修持這個清正改 為了這個目的 所以改為什麼叫做正常改 就是因為你要在這正常心 那麼正常心 為什麼叫做正常呢 心就是定的意思 正常心就是正常中 因為你想要在這正常火 為了要在這正常火 所以你要修持這個三定 讓你的定轉主 所以定可以說叫做正常心 有這個意義 那麼灰呢 灰為什麼叫做正常灰呢 就是你要怕向斷煩惱 怕向斷煩惱 我為了要斷煩惱 所以我要有這個地灰 因為煩惱就是靠地灰來斷的 所以只要去灰 叫做正常灰 就是為了要在地灰 所以我要斷煩惱 那麼煩惱叫做正常煩惱 為了要在地灰 所以我要受三重 那麼重叫做正常重 叫做正常心 那麼為了要斷煩惱 所以我要受這個地灰 那麼地灰就叫做正常灰 所以正常的意義就是這樣 再來第二的意義就是罪行 罪孰性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蓋定灰只是活化比較有 在性供裡面比較有這三種的動力 蓋定灰 這個蓋定灰只是復工的出來而已 所以叫做正常 外圖沒有這種的動力 所以外圖沒有可能改脫 只有活化比較有 我們叫做正常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主蓋 我們叫做正常的福祐三上頂者 再來有三種的上 什麼呢? 一切自剋三剋所有領 這個一切自剋就是為毒三剋所含領 一切自剋就是所要學習的 所需要學習的 其實都包括在三剋裡面 他說為蓋心灰 就是這三種蓋心灰 那麼蓋心灰就是什麼? 就是蓋定灰 那麽由所出義跟最性依 名為正常 為什麼叫做正常的 就是所出義跟最性依 剛才說過了 所以叫做正常 如何生問題性 在下面的生問題會解說到 什麼叫做所出義 什麼叫做最性依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道理 修所成帝因其他言 那麼在這個修所成帝呢 10冠那裡 它有因出佛所說的這個紀言 其他就是紀言的意思 那麽它有說這個紀言 那怎麼說呢? 它說最先離奧俗 這個奧俗就是奧俗你自己所做的 叫做奧俗 奧俗自己所做的 就是你如果做了不對呢 你的修會 所以那就是奧俗 奧俗就是修會的意思 那麽你如果那七改青青的月呢 最修先 可以讓你安慰這個 這個修會的事 修會 修會 我們如果七改青青沒有犯錯 就沒有修會 所以心呢 就安定 心呢 就開心 一直到最後呢 這個修會的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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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最修先讓你我們離奧俗 我們離奧俗之後 心發起 心的安 到最後呢 受快樂 什麼時候受快樂 就是這就想定了 受快樂 所以這個修會的 成修會的意思 標的是什麼 標的是你的山頂 那種成修 所以今天去改有這個光靈 你七改有這個光靈 可以讓你遠離奧俗 一直到最後呢 這就是山頂 山頂就有快樂 有這個勤安樂 成修有這個勤安樂 圓圓這個勤安樂 所以在三學裡面的修學來說 最初應該學習的 就是這個改 它就是修學 那麽呢 那麽呢 你若在這個地方 可以學習的畫 你就是一個聰瑞的人 一個有貼負的人 這樣 由出地 修正 正正六 正軟 正軟 主學是尾中 依出學聰瑞 這個呢 就是由這個地方 你知道你的貼可以收正 收正 這樣 就是說你的貼負要怎樣 這就清正 要禁錮這個 才可以讓你的貼負清正 這樣 那麽當你的貼負清正後呢 你也一樣 你也一樣 那麽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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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你的貼負負的清正 我們的貼負不清正 因为hedl� 因為亂 因為有煩惱 那麼現在你受病 病先讓你的煩惱後 在病中受冠 受這個悲 那麼悲有力量 可以讓你在這段煩惱 所以這個悲就是靠三重來成情的 所以當你的地匯呢 如果可以照見真理的時候 其實呢 就可以管理一切的污染 那就是政 受政 所以在住學裡面的這個頂 就是在那個頂 該頂匯也頂就是在那個頂 那麼你如果可以在這裡學習 你也是一個聰明的人 中處心解脫 用別逐氣倫 逐客是為尊 依出客聰銳 一樣 由這個所在呢 可以讓你的心在這段解脫 心解脫 然後呢 應萬別逐種種的氣倫 應萬別逐種種的氣倫 這個心解脫 心解脫 什麼叫做心解脫 就是當你在到優異立法之後 一切的經濟不掉 一切的煩惱都被消滅了 這個就是心解脫 心解脫就是這個意思 在那個無優異立法之後 當你受刑種阿羅漢堂之後 在到阿羅漢堂 那麼呢 在阿羅漢堂這裡 應萬別逐一切的煩惱 一切的煩惱經濟 煩惱也好 沒去現場了 那麼煩惱的經濟也都被消滅了 這樣 當時你的心就是這條解脫 再來呢 用別逐氣倫 卡蘇說這個阿羅漢 他若是因為生命結束之後 進入這個無儀在盤 進入這個無儀在盤解 那麼在無儀立法之後呢 就管理一切的氣倫 一切的氣倫 這個立法呢 就是進入發生 就是進入這個發生 那麼在發生當中呢 是沒有種種的原則可標示 一切的氣倫都不能講解 所以叫做用別逐氣倫 當然在我們這個世間 就有種種的氣倫嘛 有原則 有標示 那麼進入這個無儀立法呢 就沒有了 就是煩惱別 經濟別 還有最後呢 連這個優儀的這個胳膊心也別 那麼進入這個究竟的立法呢 這樣 叫做用別逐氣倫 那麼在這個三覽裡面呢 這個 是最絕ете尊貴的 最絕OUGH的 最主要的 那麼就會這個什麼 就是這個肥 肥 這個政生肥肖子呢 是最絕ете尊貴的 為什麼 什麼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斷一切煩惱 消滅一切的氣潤 所以今天你如果在這裡學生 也是一種有滴火的人 所以說一處當地三沖火上 我們要遺跡這個地方了解 這個沖火的沖毛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收解定火 這種就是沖火的沖 所以這個紀元總共有三段 第一段就是在講解 解最修仙可以讓你安慰惡俗 無效會一直到最後讓你享受這個沖廳 所以綽合就是這解 它有這個功能 所以佛不加最修仙安排 一切佛提主所需要學習的修仙就是解 還有第二就是頂 第二段就是這頂 因為頂可以幫助你的地位清淨 離開誤漾 那麼清淨離開誤漾呢 當然這種地位最好可以幫助你解脫 所以頂的功能就是這樣 幫助你的地位清淨 因為你的地位清淨離開誤漾 離開誤漾 所以頂的功能就是這樣 它很重要 所以在處屬漾會擺在頂 擺在頂 那麼到最後就是肥嘛 肥它有什麼功能呢 它可以讓你的心解脫 頂不能斷煩惱 不過頂可以幫助肥 斷煩惱 斷煩惱是刻地肥 不是刻頂 不過呢 地位如果沒有這個頂的禁忌 它沒辦法清淨 沒辦法有力量 所以到最後你的心可以解脫 可以消滅一切的氣潤為什麼 因為你的地位有這個頂的關係 所以這很重要 受頂的 人家說受肌關 肌關 肌關是要當著收的 肌關呢 當著要收 頂跟肥 就是要這樣收 收頂又收肥 你如果收頂不夠 只有收頂 外頭就是因為只有收頂而已 所以它的頂也沒辦法清淨 也沒有地肥 那麼有夠度呢 它收頂了又收肥 所以它的頂也可以清淨 它的肥也可以清淨 到最後有力量可以斷煩惱 讓它深入這條解脫 甚至究竟 別掉一切的氣潤 所以現在呢 三剥就是這樣安排 正上解 正上深 正上肥 為什麼正上 正上 就像說這個流推 你要打第一步 第一個改推才能進入第二的 那麼大第二的呢 才能進入第三的 還有第三步 起立的就是改團嘛 所以改定規 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時間關係呢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第五關 也剛好結束的一回呢 就進入這個第六關 很幸福大家 米的中文